金剛最近回到這邊拍攝 讓我捉住她訪問一下 金剛 你之前的女生 都是一些身材很驕人的藝術 你對這些女性是否情有獨鍾 少許而已 因為我的手很大 你自己看我的手多大 對 真的很大 難怪我和你的人有些分別 不要說出來 不要說出來 阿嫂在這裡 不要說出來 金剛入行二十年 風光過 鬥貿過 現在看看有甚麼感悟 別人說做雷雄是很不穩定的 曾經賺了很多錢 今日都試過賺不到錢 我覺得自己的心態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會放不下 他就覺得我曾經高過 現在為何要做這麼低的事 不行 很多東西他放不下 這兩年就算有點沉澱 有時候回想起 對我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當你是最高的時候 所有人都只說你好 甚麼都好 就算放屁鞋臭的人都說你是香的 所以這件事幸好我經歷過 水祖沒有人理你 這些我都經歷過 對我來說是一件開心的事 之後我自己有甚麼安排呢 我便覺得順其自然 因為始終我們做這行的 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 總之就是有事讓你做 你做好它便可以了 做好自己應該要的位置便可以了 如果做多了 當然希望可以拿多點錢 你如果做導演 我便拿回導演的費用 半年前和台灣的女朋友分手 其實你想不想結婚生孩子呢 其實我自己是想結婚生孩子 我自己的計劃中 我最早是希望25歲可以結婚 但原來是不行的 28歲又是不行的 然後又到35歲 35歲應該可以吧 還是不行 現在就順其自然 希望這天會快點到 完善我的願望 有興趣的粉絲私信你 有句話說得好 即是你不能碰自己的粉絲 但其他人的粉絲可以 我老婆是我粉絲 不要亂來 我老婆是我粉絲 所以沒問題 金剛你未想多了 我意思是和自己的粉絲都可以收成正果 金剛 你去了香港很多年了 為何你的廣東話就這麼搞笑 我廣東話一向都很搞笑 聽不明白是你的問題 不關我的事 你說甚麼 我講廣東話 最近見你巡迴廣東拍片 你覺得我們廣東怎樣 其實廣東神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我一回來 我就感覺到 好像很有親自感 大家見我好像見我朋友 所以這件事令我覺得很溫暖 還有現在廣州或很多地方 其實都發展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住在這裡真的很舒服 因為家人還是台北 我打算回去陪他們過年 過年後再回來 長時間會在這裡 接下來我12月廣東話 會有一個節目叫 《衛食神探》會播出的 這就是節目要看的 還有12月又有一個東西是純德 我的棟督笑 你記住來吧